大家好 那我们这个单元呢 跟各位介绍Weather SP 的技术 还有它的应用 那我们的大纲大概 待会稍微再介绍一下 LPWAN 低功耗广义网路的技术的分类 跟稍微做个比较 然后我们就会来介绍Weather SP 这个长距离低功耗 这个网路的特色 然后再来介绍它的网路的架构 然后我们来说明一下 Weather SP 这个通信协议 它的我们叫传输风包的格式 就是上行下行的 这个Pocket Format 那最后我们会介绍一些 Weather SP 目前的一些创新的应用 好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LPWAN 本身的技术 那我们已经熟知的有像 Laura、NV IoT 然后Sipbox、RPMA 还有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个Weather SP 那我们当然知道说 这里面有一些是需要执照的 就是要授权的无线频道 那有些是叫Unlicensed 是不需要授权的执照的 那有一些是我们叫Operator 在它的Business Model 就是由电信运营商来经营的 那有些是可以自己来架设的 好,那我们首先看一下 我们如果用需不需要授权 就License 和Unlicense 来看 然后我们知道 NV IoT 是属于License 就是说它是需要授权的这个频谱 然后NV IoT 也是我们叫Operator Business Model 也是由电信运营商来提供服务的 好,那对Unlicensed 这一块来讲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Weather SP Cifax Nora 跟PMA 都是属于Unlicensed 那在这个Unlicensed的这个 无线频道里面呢 又分为 这边看可以说 Operator Business Model 像Cifax 那Cifax本身 它就是由法国的一个公司 它自己想要建置成为全球的 Cifax的服务商 所以它由公司 就这个变成一个Operator 它在全球各国建置它的Cifax的基地台 等于说 虽然它是一个私人的公司 但是它想要扮演的就是 全球的Cifax的一个Operator 一个运营商 那我们也知道说Cifax本身最大的特色是 它的传输的距离非常的远 有几十公里 也许三十到五十公里 但是它的速率非常的低 因为它是长距离 但是低速率 而且一般只有Uplink Only 就是说它主要是用来收集一些数据 所以是比较单向的传输的资料收集 没有办法做双向的控制 然后非常低的速率 因为它强调非常远的距离 然后用我们叫做Subscription的Model 就是有点像那你来订阅 然后也许一个月收几块钱或几十块钱 就是比较低的这种费率来提供服务 就是长距离 然后低速率 这是如果是 就是以Unlicense里面用Operator 来运转的话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如果不是Operator 那就是说 那你可以自己建网络 或者是说有Public的网络 但是不一定是 就是电信的运营商 那我们可以看到WetLSP LORA RPMA都属于这一部分 那其中这个RPMA 它的频谱是2.4GHz 那也是比较Proprietary 就是它是 一个自己订的 不是一个标准 不是一个国际标准 那有比较高的Transmitter Power 然后容易 因为在2.4GHz 那我们知道2.4GHz 也是WiFi常用的频谱 所以比较容易 跟WiFi的讯号 一直间有一个干扰 所以Interference 跟WiFi比较容易冲突 那我们再回到右下角这边 那 WetLSP跟LORA 都是可以属于Public 或者Private 可以自建这样的网络 而且他们都是用 3GHz 就是900多MHz 就还不到1GHz 这样的频段 这个是我们大致上 把LP-WAN 常看到的技术 LORA NVIOT CFAX RPMA 跟今天的重点 是WetLSP 好 那WetLSP本身 在国内 是有一家叫做Ubic 这个公司 所开发 事实上参与标准的制定 跟晶片的开发 那WetLSP本身 当然有它的好处 那根据这个Ubic的网站 所提供的资料 这边有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包含说上行下行 是不是对称 就是可不可以上行可不可以下行 方不方便 那有没有Vodecast 或者 broadcast 就是我们在传输的时候 可不可以一次送给多个 或者所有的这个接收 叫NNode 然后我们的Message 送出去的有没有一个AC 我们叫AC Acknowledgement 就是说我们在传输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更可靠 那再来就是我们看Battery 的Operation 就是它可不可以用电池 就来运作 那我想很多LPWAN 其实都是在强调Low Power Long Distance 所以一般都需要用电池 可以运转 非常的省电 那我们也知道说大部分的LPWAN 都希望说一个电池 可以续航好多年 当然实际上 不见得那么容易 然后再来就看Power Control Power Control 就是说我们在传输的时候 可不可以控制我们的那个传输的Power 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功率本身 越大 送的距离就越远 可是它越耗电 所以Power Control 如果可以做比较好的控制的话 对于我们整个整体的网络的效能 是会有帮助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叫Handover Handover Handover的Support 就是说假设我有多个基地台 然后我们的终端设备 假如它是移动的 那它从一个基地台的 应该说通讯范围 或者覆盖范围 移到另外一个基地台的时候 那它可不可以自动的我们叫换手 就Handover的Support 那像以WaterlessP来讲 它可以提供HandoverSupport 可是虽然这边LORA是说没有 事实上是LORA它不需要 因为LORA这个是 LORA并不需要去跟基地台做连结 就是LORA本身它讯号只要传输出去 任何基地台接收都会送到云端去做处理 所以它其实是不需要Handover的Support 所以这边虽然提到有各种功能 但是不见得是说有就一定好 没有就一定不好 这个是看网络的特色 好 那最后一点我们看一下 就是Fanware的Upgrade 那这个倒也蛮重要 就是说我们的韧体 韧体本身要更新 那有基本上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说 那你就到设备的现场去更新 可能透过USB 等于说变成你必须在现场连线更新 那这个是非常不方便 尤其是我们的设备 如果安装的范围很广 那你要一个一个更新 那个韧体 Fanware 那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 比较好的方式应该 就是透过网路 透过无线通讯 因为这个是LORA的Wireless 来做更新 所以我们叫做Fanware Over the Air FOTA 那FOTA本身就是Fanware Over the Air 透过这个本身的协议 Wireless Protocol 来更新 这个事情 本来是很单纯的事 如果说 我们的无线通讯本身够快 然后够稳定 比如说像WiFi 4G或5G 因为它速度很快 所以更新起来 本来就比较容易 可是因为我们 这个LPWAN速度都比较慢 有的只有不到1K 甚至几十K 可能都小于100K到200K 就是相对 Wireless 这种动不动都几MB 几十MB 甚至上百MB 所以这个速率相对 LPWAN的无线传输的速率 相对是低很多 在这么低的情况之下 然后我们要更新一个Fanware 那要看Fanware的大小 所以可能要很久 因为传输速率慢 而且加上很多可能的干扰 interference 那无线传输也容易发生错误嘛 所以要在一个非常低速率的 无线网路的环境之下 提供我们叫Fanware Over the Air 其实不见得是一个简单的事 所以 但这个很重要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WaterlessP 它也有提供 像可以透过 WaterlessP的无线通讯 就做到这个韧体的线上更新 这个当然是很不错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比较以刚刚提到的 CFOX LORA Waterless 或NVIOT 那还有 我们叫EC GSM 那这里面 我们从这张图来看 就横轴呢 是每一个小时可以送多少个byte 就是传输量 那纵轴呢是power consumption 就是它功率耗电 这样多大 那CFOX本身 我们可以提到 在最左下角 那CFOX本身 它 一个小时可以传输的 资料量 低 大概就 10个byte 所以是一个非常低 数据量的通信协议 但它非常省电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它在左下角 CFOX在左下角 就代表说 它功率非常的低 可是呢 数据量也非常的少 所以刚刚有提到 它是一个uplink only 就是在很远的距离 然后少量的传输 作为 有时候是数据的收集 就是可能一天就一次 或者几天一次 就是属于这种应用 就不需要常常传输的 那Laura呢介于 WaterlessP跟CFOX中间 就是它传输量呢 大概是中等 然后power consumption 也没有特别的高 那WaterlessP本身 它其实可以 support license 跟rlicense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到 NVIOT 跟EC GSM 那它 都在 WaterlessP 整个 类似频谱的范围之内 那也可以 等于说 传输的量比较大 但是呢 相对的 power consumption 也就比较高一点点 那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下面稍微简单的说明 就是说 WaterlessP本身 其实它最重要的特色 就是用了FDMA 跟TDMA 的技术的组合 就是说 用TDMA 就是我们用 Time Division 就是我们会分时 有点Time Slote 的观念 一个slote 大概50个minisecond 就是大家 Node 在传输的时候 可以在不同的 这个时段 好 然后FDMA 代表说 那我在Frequency 又做Division 就是我又把 无线的这个 切成不同的通道 叫Channel 比如说 我可以在不同的 时间 选择不同的 Channel 所以变成说 有点像 双 2D 比如说 两 二维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空间 我可以在不同的时间 选不同的 频道 所以FDMA 跟TDMA 这样的组合 可以让我们用非常低的频宽 如果我们需要低的频宽 但是要高的Efficiency 那针对比较大规模这个网络的建置 就是我有很多感应器 但是呢 因为本来速率就没有要很高了 所以Lower bandwidth 但是要比较高的Efficiency 就是我的Wireless的通讯 使用力 效果要好一点 然后它也 support 我们叫Full Bidirectional Communication 就是双向 就这个在 数据的收集跟控制方面 等于说 它有上行 有下行 可以做双向沟通 那这个在 数据收集很方便 那再做一些控制 也是很方便 而且刚刚有提到 它也support 这个FOTL 就是Firmware over the Air 就是我的韧体可以透过 五线通讯 就可以做更新 那这个在整个系统的 建置维护 更新版本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软体 我们的韧体 是不太可能 一个版本 弄到底 所以中间可能有一些 比如说 效能的提升 或者是说有Bug的修订 我们其实任何的软体 常常会需要有更新的需求 那对于物联网的设备 在低无线通讯的情况之下 如果也可以做到FOTL 其实是很不错的效果 然后呢 如果比较NVIOT或LTEM的技术 就是说WaterlessP 跟NVIOT跟LTEM还是不同 那WaterlessP support 属于subGHz的 any subGHz 就是在一个GHz下面 不管是美规 欧规 或者亚洲 我们都有不同的频段 900多 800多 700多 400多 100多 所以等于说 在subGHz下面的任何频段 WaterlessP 都可以支援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特色 然后 在subGHz底下的频段 它有license跟i-license 像700跟800MHz 这个就license 那其他的920几MHz 或433MHz 这个就unlicense 也就是说 WaterlessP 可以支援 subGHz以下的任何的这种频段 那这样就很适合在 不管叫做public 或者private network 你要自己公司企业 自己建的网络 或者是由电信公司 提供一个公开的服务 所以public跟private network 基本上也都可以来support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特色 要证明 很重要的 我看你的 遵旦看 好了 可以 是 忍 speakers 感谢观看